可以開始喔 好 那我直接開始了 我今天要講的是 其實跟Requint沒什麼關係 但剛好就是宣傳一下 就是剛剛上一個是講Client 那我做的是Requint 那它是Server 那Server的話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就一大堆程式碼給大家看 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這邊就要講一下 我們如何去應用這種 國際化的醫療眼鏡的標準去整合 現在說現在最強的AI 我們要怎麼做到說 臨床的這些醫療眼鏡的系統 怎麼跟這些AI模型來去做整合 那這是我的大綱 那大綱的話就是 我會先介紹一下 標準的放射科流程 然後呢 下面我會介紹一下它的元件 那 我等一下上課中 OK 第一個我會講那個放射科的工作流程 那裡面會有一些 原件 那這些原件的話其實下面都爆雷了 那這個的話我會介紹一下 耐抗基本的一個簡介 那因為耐抗的內容很深 那我這邊就是快速的警戒說 我們怎麼樣快速去做實作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醫療眼鏡的標準 叫做Dicom Web 那來去做傳輸的方式 那下面的話我會給大家 就是兩個選擇 就是 Ped Server的一個選擇 那裡面的話就是有Requen 那另外一個就是 Dicom Viewer的選擇 那Dicom Viewer的選擇 那Dicom Viewer的選擇的話 大概要怎麼樣設定 然後去做到這種 AI模型整合的系統 那最後是QS間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標準放射科的流程 那這個上面的話 都是一些名詞解釋 就不用看 我們看下面的圖 那下面 我開個 有雷射比嗎 OK下面這張圖的話 就是Modalities Modalities就是 我們去照影的方式 例如CTM那一些方式 那它照相出來呢 我們通常都是Dicom 那Dicom這個東西 可能有些人沒有聽過 那它其實就是 為了一個醫療影像 而出現的一個格式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呢 就是會把影像 跟一些病人的資訊 包裹成一個檔案 那我們中間會經過Dicom Router 然後會送到我們想要的目的地 那通常會是PASS 那PASS的話其實是 在放射科流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件 因為它是做來 用來儲存還有傳輸 醫療影像的非常重要元件 就沒有它的話 我們就拿不到醫療影像 那在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用Dicom Viewer來去看它 那現在我們做了很多的AI Model 它實際上發生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們做AI的人 其實都不太知道 有這種什麼放射科工作流程 什麼PASS 什麼Dicom Viewer 通通都沒聽過 就我們做的時候 AI模型要做展示 那展示的時候呢 像這種PASS的這種 醫療影像的Storage 我們可能就會自己做 然後Dicom Viewer 我們也會自己做 結果真的 到了醫療的場所的時候 那些醫生就會說 可不可以跟醫院裡面的PASS做整合啊 你們的Dicom Viewer的功能不夠多啊 能不能繼續加啊 或者是甚至 把它遷入到他們原本的Dicom Viewer 所以其實 真正來講 現在就是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這些AI模型 因為他們要展示嘛 所以他們就自己做了一個獨立的軟體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通常以獨立軟體的方式存在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他們 因為自己做嘛 所以他們就沒有跟PASS整合 他們有自己的Storage 那 後面的話 我就大概簡介一下 Dicom Viewer的架構 我想剛剛我的學長應該就有講過 那這邊的話 就 再講一次 就是我們 會有病人啊 那每個病人呢 下面會有 X個Study 那這個Study 通常我會講 一個病例兩個病例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上面那個是 可能腦部有問題 去照顧腦部影像 那下面的話 是我的手有問題 我去拍了手的影像 所以它是兩個不同的病例 所以我叫它 Study 然後再往下的話 因為我們的 腦部影像可能會有很多 那上面其實 是 一個應該是T1C 一個是T2的 那 在 每一個Study裡面呢 個別又有Y個Series 那Series的話就是 因為它有不同的照顏方式嘛 那 上面那個的話 其實是 腦部總理有一個叫T1C 那下面那個Y的話 就是T1 T2的 T2的 那在裡面的話 在 每一個Series裡面呢 我們又會有 一個Instance 就是 單張影像 那在這邊的話 要講階層式架構 是因為 在後面的 傳輸的地方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因為它都是以這種階層式架構 來做傳輸的 那你就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要找一張影像的話 它要從Study開始 然後再往下到Series 然後再往下到Instance 那如果說 我要怎麼知道 這兩張影像 是同一個Series 那它其實呢 就是跟下面這個有關 就是我們每一個 Study Series 他們都有自己的UID 那這UID呢 都互不相突 互不衝突 那如果你發現說 我現在有兩張影像 然後它的Series 跟Study 都長得一模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他們是同一個系列的Instance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非常醜的 什麼0020 000D 或是0008 0020 所以你會覺得說 我們明明就有一個 Study Instant UID Study Data 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是因為在Dicom的設計上 它就是這樣子設計的 那如果說 這個很醜的東西呢 要怎麼查 那我下面有兩個網站 就基本上你做Dicom的時候 你沒有用這兩個網站 我是覺得說你可能沒有做過Dicom 那下面的話這兩個 網站一個叫Standard Browser 那還有另外一個叫Dicom Lookup 那這個的話 就可以去查說 有時候我們只會看到這一些 很醜的數字代碼 那我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欄位 那我們就可以用下面這兩個工具去查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要介紹一下 我們說到的傳輸方式 那第一個是Kridor RS 那Kridor RS它的前面的名字 就是Kridor RS 就是查詢 那我們要做一個 影像的超出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要先查詢 我們所想要查的影像 那在下面的話 就是有三種查的方式 那為什麼我會說 階層式架構非常重要 那是因為在下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S就是 Server的意思 就像上面這邊一樣 GateHTPServer.com 這就是它的S 那它後面都會接個Stadies 那因為是複數的 所以是Dies 然後後面會問號 就是接它的參數 那這個是查詢 Stadies 那上面的話 這邊有一個0010 0010 那在用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它基本上也是用Dicom的那個 Tag 就是剛剛那個很醜的數字 來做它的欄位的查詢參數 那其實你也可以打 Keyword 就是剛剛那個 Study Instant UID 就是打 那種英文 英文的查詢參數 但實際上我會建議你用這個 因為我等一下會講為什麼 用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那往下的話 就是階層式架構 所以這邊的Study 就是 我剛剛講的 Study Instant UID 就是你要填它的 Studies 然後Study UID 然後斜線Series 那 想必大家就知道說 我要怎麼查instance 那就是把它的 Study UID 斜線Series 然後斜線Series UID 斜線Instance 你就可以找到它裡面所有的instance 好 那 我剛剛會講說 為什麼我會推薦說 你用這種 數字的tag會好一點 那是因為 我們在回旋之後 你可以選 Json或是 SNL 那通常我們會選 Json 因為SNL不是人看的 不是 講錯了 Json比較好看一點 那Json的話 我很抱歉 雖然Json的格式比較好看 但其實上 右邊這個也不是人看的 因為它的結構長的就是 我們在代康裡面會講一個GGGG111 那我們先就不用管這個 那它的結構就會長這樣 就是代康的那個tag 然後裡面有個VR 就是它有點像是 資料型態的意思 它這邊是CS 然後它的 數值的話就是Value 那它做的Value都是用 Array來包的 那它 回來的回傳 反應的就會長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剛剛那一個網站 你一定要好好善用 因為你回傳的資料全部 都不是剛剛那些英文單字 全部都是這個數字的回傳方式 你要 你就要善用工具說 我現在用這個數字 例如這個 呃 008 0030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去 剛剛那個網站去查 往下的是 Waddle S Waddle S的話就是 讓你調閱下載 特地的影像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可以 我們在下載東西的時候 不是一張一張下載嗎 那剛剛如果依那種階層式架構的概念的話 它 講 就是說我們可以調閱一整個 study 也就是說我一個study 裡面有一百張影像 我可以把一百張影像 全部下載下來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跟 呃 Curid的 這個 URI就很像嘛 就一樣你要 server 然後裡面有study 然後你要打UID 然後後面就沒有接Service 它到UID那層的時候 就是我要去 這個UID的study 然後把它影像都下載下來 那它比較不同的方式是 它沒有LEAP 就你可能第一個想到是說 它下載一百張影像 它可能回來是一個壓縮檔 但它不是 它用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方式 如果你有好好的去看過 web上傳表單的那個 那個phone data 你就會知道說 phone data要怎麼去做組合 那這個的話它就是 其實它長得很像phone data 只是它叫 Multipart Related 然後Type Application.com 那這邊的話就是會 可能有點小 我不知道看的看不到 反正它就是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這Boundary就是它的邊界 所以它最上面是Boundary 然後下面是Header 然後在Header上面 其實就會講 它的Type是Application.com 然後下面就是一大堆 被變成 那個文字的buffer 這個是Postman下載下來的 所以它就是用這種方式 把100個影像全部都包起來 然後你就要去解析嘛 那解析要怎麼解析? 那解析的話 如果你有學過資料 你可能會想到自己怎麼解 那這邊的話 我就是有兩個推薦的工具 一個是Python 叫Dicom Web Client 那另外一個是JavaScript 叫DCM.js 那這兩個工具的話都可以 裡面都有程式 來幫助你做解析 那C-sharp 跟Java的話 其實應該內建就會有 就查一下 Multipart Related的相關資料 這兩個語言 C-sharp 或Java應該都很容易查到 那往下的話就是Store.js 那Store.js就是我們 在查詢調閱 調線有上傳 那在上傳的地方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 它的網址也是 我要一個Server 然後寫線Stardist 那上傳的話是用Post 那它比較不一樣 就是跟剛剛的Waddle.js一樣 那在這邊的話 我這下面有寫一個注意事項 這個Store.js 你沒辦法使用Postman來做上傳的 為什麼? 因為Postman它在做上傳的時候 它其實會把你黑的那個 就是 Fone Data會直接蓋掉 它會用Fone Data的方式直接蓋掉 它沒辦法讓你直接去Post 這個Multipart Related的一個 的資料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推薦 你就要用那個CURL來送 或是用其他工具來送 那它就是 這一串的話其實 大家如果查什麼 Dakon WebStore.js Microsoft 裡面其實有esample來告訴你說 這是CURL要怎麼打 那打完之後呢 一樣就是 我下面也有剛剛講的兩個工具 我們要怎麼做上傳 這兩個工具也可以幫助你做上傳 因為我們在做整合的時候 可能也需要上傳的功能 好 那 往下的話就是 我要講一下 開源的一個Server 有什麼樣的選擇 那在這邊的話 我列出三個 那其實開源的Server 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三個是我比較 當然有一個是我的啦 那前面兩個就是我比較常聽到的 那第一個是Outhank 那Outhank 我會推薦它是因為說 它現在有一鍵安裝包 結果我之前看別人用的時候 它Windows就是 按那個nsi還是什麼installer 一點下去裝完 然後在本地你開那個application 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缺點的話就是 我之前用它的時候 它有一些功能有點問題 就不太正確 但如果你要做測試用的也是不錯 那它開發源是C++ 那如果你要做商準的話 你就要注意它的授權 它是GPL V3 那這個的話 也許大家可以回去查查 就是GPL V3 有人說它是一個 毒藥的授權 那下面的話 GCM4Tree 我講它的優點就是 我打了三個非常 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完善 而且它的社群是非常龐大 它有那個Google Group 可以去那邊討論 那缺點的話就是說 它這個專案這麼龐大 我的功能也許沒有要那麼多 可是我需要 建置那麼多的東西 那就建置的話就比較麻煩 那開發語言的話 是用Java 那它的授權的話 是可以拿來做商用的 那再來是我的Requim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開發嘛 所以是本土開發的 那它專案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可以直接做原始碼的修改 應該會是比較容易的 只是確定就是說 我自己可能性不夠啦 就是說我會覺得說 功能可能不夠完善 或者是不太穩定 那開發語言的話 是NodeJS 其實它有混合一些Java 還有混合Python 還有混合C++ 反正所有語言都有寫 就有一些功能 NodeJS做不到的 我們靠其他的語言來做到 那授權的話就是MIT 那這個有一版跟二版 那在二版的話就沒有Python了 二版的時候就只有 NodeJS跟Java 那Java的話就是用 DCMPorture的套件來完成 那往下的話就是 開門的代CompViewer 那第一個是OHIF OHIF的話現在有新版的 我 我不太知道它舊版的資訊 那我現在看的是新版 那現在它的功能 就比較完善一點 而且它的社群非常龐大 而且是超級龐大 那它的星星 所以它Github上面的星星數 有兩千多個吧 那它缺點的話可能就是 其實這 對有些人來說是優點 因為它會寫REATE 就對它來說是優點 那對我們來說可能是缺點 因為我們不會寫REATE 所以它就會用框架來寫 這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個缺點 那往下的話就是Bluelight 那Bluelight就是優點的話就是本土開發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它是用原生的JavaScript來寫的 那缺點的話就是 我小弟我自己有去做修改 那我 好 不小心噴了一下學長 它的程式碼就比較混亂一點 就比較難改它的原始碼 所以看得很痛苦 那它開發源的話就是完全純粹的 JavaScript HTML跟CSS 這往下的話就是 這是我提出的架構 這是架構圖 超級大一張的 那這一張呢 最上面就是 第一張圖 大家都看到的工作流程 那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在 它的這個DICOM Viewer裡面 我加了一個新的東西 讓它可以互交一個很像Gateway的東西 那這個Gateway就去 PageServer把影像 就是我剛剛講 DICOM Web的方式 用Waddle RS把影像下來下來 那下來下來之後呢 我就送到AI的模型裡面 那M模型呢 我們這邊其實會希望它會產出 DICOM的標記檔 那它如果不是DICOM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透過一些 後處理的方式 讓它顯示在 DICOM的Viewer上面 那如果我說你是原生 就是DICOM的話 那這個BluLight 或是其他的DICOM Viewer 它原生就有去讀取這些 DICOM標記檔的功能 那我在最後一步呢 就是把S產生的 AI標記檔送回去 然後做顯示 那在這邊的話 就是我的影片 播一下 那這邊我用的素材 就是前端就是BluLight 就是剛剛的 學長 那這邊我就加一個 然後我可以去選 AI model 然後在這邊要選UID 然後選了之後 它就會把那個 UID的資訊送回去 然後送回去之後 如果你剛剛有發現 就會發現這個 左邊是沒有東西的 然後我看一下怎麼辦 仔細看一下它左邊 這邊 這邊 這個 沒有東西嘛 對不對 那我跑完這個AI之後 我們再仔細看這邊 左邊這邊 這邊小小的圖 它就跑出一個 有勾勾的選項 它這個是那個Tumor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 這個藍色就是回傳的那個標記檔 然後直接在DICOM Viewer上面去做顯示 那上面是動態版 那下面我就講一下這個靜態版 那靜態版的話 就是我 就修改了一下 那個DICOM Viewer 讓它多了一個按鈕 那這按鈕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選你的AI模型 然後選完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影像有它的 UID的結構嘛 所以我在這邊 就是要讓你去選 它的UID 然後選完之後 它就會把這些資料 送到我們的Server 然後開始去取影像 送到AI模型 然後最後再送回來 到DICOM Viewer上面去做顯示 那在這邊的話 我要講一下 我剛剛個人的修改版 就是剛剛那個 AI Service的地方 我是怎麼來做的 那在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要先講 我們的Server在哪裡 就是這裡有個 8087的這個Server 那下面就是 開始在建構我們 每一個AI Model 要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Name的話 就是它的名字 那這邊這個是聽神經流 然後API UIL就是要 我們要送到哪一個API 然後再往下 就是我們開始 這個就是想說 其實每一個AI 它送進去的UID 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下面就會有一個 slack的地方 讓你去選擇說 我這個是要放series 兩個series 所以我這邊就有 Label 是series 然後兩個 然後Push的意思 就是要把這個UID 送到我的表單裡面去 然後這個Name T1C的話 就是選擇在這邊 T1C T2 那如果你說你要送單張的影像 要怎麼做 那我剛剛有講 有study series instance 那就是這樣 你的slack裡面就是 裡面Lemon的就是study 然後siries instance 那右邊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你可以去選study的UID 然後siries的UID 那你如果這個念是空白的話 這個中間就沒東西 那這邊打123 最下面就是跑出123 然後這個名字一樣 myFirstAI 在這邊 然後送出去的資料 基本上就是長得像這樣 那這個是一張 instant的json 就是我會講 就是我們 要分辨一個instant的話 我們會要它的study UID siries UID 跟instant UID 所以我們三個UID 都送出去 那如果是 像剛剛是兩個siries 它沒有走到instant那一層 那我們只要siries這一層的話 那我們就是送兩個siries 那就是送到 用json來包就是study series 然後study series 送兩個過去 我就會知道說 我現在server要去paste那邊 抓兩個siries下來 然後再送到AI模型裡面 好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其實後面還有很多技術結構 那我這邊就是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講 這個bluvlight改了什麼 因為在我們 一個合作模式裡面 就是我講了這個東西之後 它就把它的AI 放到我們的bluvlight上面 就是 這邊 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這邊應該有 1 2 3 4 5 裡面五個有 有兩個是廠商的 那這廠商的就是 我就給完它那個bluvlight的那個 架構之後 它就把那個APID寫一寫 然後就幫 把這個AI模型加上去 然後它的AI就可以直接在這個viewer上面 做 做顯示做使用 好 好 所以今天就講到這個